越來越多人都會追求生活的品味 所以在裝修上都特別講求要實用和符合設計的美學 今天帶大家來到港景峰一個三房兩次八百尺的單位 究竟輕車峰的理念是怎樣呢 顏色運用方面又有些甚麼要注意 我們一齊去看看 這個單位是由ECO成功配對的 快點跟我去看看 另外如果想裝修但怕遇到這些問題 馬上找我們茶廂配對詳情吧 大門口這個位置做了一個L字形的原角中空櫃 平時回到家一定有很多小物品要放下 中空櫃就夠方便了 而我身後面這個位置 因為護主很喜歡收藏藝術品 所以後面是特意預留了位置 讓它擺放一個深愛的真廠 設計師用了珍珠白為中空櫃的主色調 中間加了帶有大理石花紋的銀板 令到整個設計更加有格調 聽說女護主都很喜歡做運動 所以這裡特別做了一個伸展運動用的木架 讓我都示範一下 真是頗方便 單位的景觀十分開揚 可以飽覽整個九龍公園 大家就一起跟我去看看吧 貫設全屋的設計 廚房這裡同樣運用了簡約自然的白色色面 色櫃配合一些金屬元素 感覺上就更加高貴了 浴室這裡是給一家人放鬆的地方 所以這裡還有一個比較和暖的燈光設計 而後面這個鏡櫃也做了一個省燈的效果 方便女護主去化妝用 因為護主經常都要在家做事 所以專門預留了書房這個空間 而書房這裡擺放了一個到頂的儲物櫃 去增加收納量 而後面這個空間就是工人姐姐的房間 裡面可以擺放一個天花吊櫃和上下床 相當實用的 來到主人房這裡 空間非常實用 因為四邊都做了一個到頂的大衣櫃 而設合主題 這裡的色面就用了白色木紋色面 大家猜不猜到我在哪裡呢 整屋最特別的地方 應該就是用了這個風琴式的玉簾 這個設計效果有別於一般的玉瓶 平常 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請到這個單位的設計師 和大家聊天 Hello Kenny 你好 其實聽車風設計 近年都非常流行 其實為何這次會用這個裝修設計 因為女護主本身喜歡簡單 簡約掃清雅的色調 我覺得它的高貴身份 應該有一點高貴的元素 所以我們加了一些金色的金屬 有一點點的石 去襯托這間屋子 想問一下間隔上做了甚麼改動呢 我們覺得這間屋房間的數目 客飯廳都配搭比較足夠 我們只是做了一些浴室和主人房的分配 最特別是主人房做了一個浴室的縮小 多了一個corset的位置 還有一個walk-in closet 可以放一些衣服、手袋才進入房 客廳以前過於大 我們縮小空間 讓走廊和主房空間大一點 主要是這個改動 這樣真的可以增加整個空間的試掛效果 Kenny 我看到這個門框非常特別 可不可以請你介紹一下 其實在我們香港 簡約風很少做一些勾式的設計 其實這個客人都是高貴 有一點喜歡一些 輕微的勾式、卡式風 我們就專門做了一個 石的龍門 襯托這個簡單的線條 它就會突出一些 真的很有羅馬的風格 是 Kenny 浴室的設計真的很精緻 而且運用了金色的線條 還在細節之中突顯了一些高貴的感覺 而且我看到這個位置也很特別 其實是否給小朋友畫畫 我們覺得用了一些條紙的長紅玻璃 有一支輕微師傅 但想想這個位置其實很適合做一塊磁力板 給小朋友畫畫、寫畫畫 或者家裏面有些未印象圖 可以印象圖 挺有趣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塊板 這裏運用了白色的長生 加上落地大玻璃 真的大大提高了整個空間的採光度 而且我看這裏的燈光設計 都很有心思 可否也請你介紹一下 這裏的主燈 除了客人都選了一些喜愛的 其他一些燈光我們就給予一些意見 因為我們想保留高的司令 我們都建議是做一些頂燈 就不做一些凸下來的燈 我們每一個位置都有不同的 頂部的光燈去補充均勻的光度 特別在櫃裏面我們做了一些MOOD LIGHT 在晚上的時候 燈光效果就比較溫馨 有的採光也足夠 非常適合護主擺放自己的藝術品 有很足夠的空間去放不同的DISPLAY 不同的實驗品 剛剛就跟大家介紹完 由EC HOUSE成功配對的單位 大家如果都喜歡優雅自然的設計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LIKE &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EC HOUSE會因應你的預算和你的設計風格 去配對三間適合你的裝修或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不會幫你分析 當你選好了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還會陪你一齊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 在工程開始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都會定時上到你的單位 幫你視察工程進度 確保工程進度良好 一般全屋裝修需要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C HOUSE 贏你裝修設計 安枕無憂 還有我們EC HOUSE 整個服務都是免費 完全沒有額外收費的 我想放上牆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 為什麼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使用? 咦? 塞了? 糟糕 哇 瓷盆的玻璃膠發霉 怎麼辦?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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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作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